各位好 我是胡婉玲 欢迎收看台湾演议 台湾在展开总统名选20年之后 在2016年选出第一位女性总统蔡英文 开创历史新业 尽管许多人的刻板印象认为 国家领导人一正一负 性别上多以男性为主 也有保守人士认为 穿裙子的不宜统帅三军 就在部分保守人士的质疑声中 这位女总统蔡英文 接续成功的连任 坐满两任八年的总统任期 正绩如何 到了2024年5月20号 正式交出成绩单 在蔡总统这八年任内 台湾迎来第一艘国造潜舰 也成为亚洲第一个 同婚合法化的国家 经济方面 出口总成长超过70% 动涨整整十年的基本工资 在她八年任内 年年调涨 历任总统不敢改革的年金制度 也跨出了第一步 落实世代正义 那么这季台湾演绎 我们一起回顾蔡总统的八年执政 八年来我们强化国防 推动前瞻基础建设 调涨基本工资 长照预算 过予 居住正义 这条路还很漫长 人民选择了新总统 新政府 所期待的 就是四个字 解决问题 我愿意承诺 新政府会立刻展开行动 2016年5月20日 蔡英文总统的就职演说中 喊出解决问题 也承诺立刻行动 因为成为中华民国 第14任总统的光环之外 他要面对的是政府高达17.75兆新台币的潜藏负债 代格迫在明节 尤其重中之重的年金制度 其实早在2013年 前总统马云九就看到同样的问题 年金制度就好比是一列行驶中的火车 而各种年金制度的迫彩 就像火车 掉下前方的一个悬崖 如果我们不及早来发现 跨越悬崖的这个大桥 在我卸任之后 未来这一列火车一定会坠崖 最终马秦总统 扛不住社会抗疫的声让 无法阻挡火车罪癌 只得将火库告歉者 放锁山鱼交给了蔡总统 之所以需要改革 是因为从过去到现在 台湾社会始终没有负责任的 彻底检视我们年金制度 才会让这个制度 一步一步走到 瀕临破产的地步 为了下一代的台湾人 推动年金改革 我们会坚持下去 所有因为改革所造成的压力 我做总统 我们会承担 压力 责任 一间承担 45万军公教退休人员 光是18%优惠存款利息 一年就多达823亿 谎论每一年高达 37108亿的军公教免金预算 再再成为国家财政 最持综的负担 2016年开始决定 一定要启动 年金改革的时候 那时候18%一年要负担823亿 台英负担45亿 其他全部是政府负担 那个负担其实是任何政府都承担不了 破产真的是破在眉睫 你2020年就要面对军人 加上2029年 2030年 就要面对公教 2027年要面对劳保 这都是你没有办法回避的 薪水难涨 然后工作难找 所以你感觉平常时间 很多退休人员高高兴兴地到处游山玩水 我的工作那么不好找 薪水也不涨 年金的几乎不够 造成老年人的退休生活出了问题 当然有相对剥夺感 年金改革事关世代正义 只是改革还没开始 街头抗议已经如火如荼 队伍军人组成八百壮士 走向凯道 重撞力愿 火爆场面 甜甜上演 当然社会会不会有抗争 一定会有抗争 有人问说你们执政为什么 开始就要去捅这个马蜂窝 我们也知道 你从人家口袋拿出来 拿钱怎么可能不抗争 不可能的 你夺人之欺 人家都不一定会追杀你到哪里去 你夺人之财绝对会杀到你 你这个片脚不留的 如果我们没有去改革年金的话 旧制的公家的五兆多 2016年又领寄了两兆多 那老保那时候就已经九兆多 都是未来四五十年要还的债人 年金改革要落实 不愿意再留子孙 就有赔上民意支持的风险 蔡总统上任不到百日 因为种种改革 让他的民调支持度不断下滑 如果你心里没有定见的话 这个民调气息就不会 你看你会心会慌 如果一个政府只做短期的事情的话 那这个国家会夸 年金改革不是蓝绿的问题 台湾经不起再一次的失败 我们一定要成功 越完改改起来就越痛 越完改就越痛 于是在军工教团体激烈的抗争中 民进党挟着立院席次的优势 军改法案陆续完成三读 公务人员退休之前 武续华 并将条文修正通过 历史两年风风雨雨的军工教年金改革 终于在2018年7月1日正式上路 改革大家都说过 但只有我们真正做到了 所有退休年金的改革 为什么历任总统说说 遇到主力就不改 最主要他想 我大概只有八年 就要热毛了很多人 可能第一任做完就要回家了 所以蔡总统这方面 他跨出第一步 算他甚至历任总统 有勇气的 拉低军工教 他还是过得很容易 但是你不处理 劳工退休的问题的话 他生活就会处理 所以一定要从问题的根源 就是为什么薪水难涨 一手改革军工教退休年金的同时 蔡英文总统的另外一手 则是大力拉抬就业劳工的权益 尤其为劳工争取休假 与加班福利的一例一休 以及调高基本工资 但是1100多万的劳工权益 却让工商大佬更高脚 劳资沾火同样一发不可收拾 明天丢你干 明天丢你干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资方对话 我们要求资方不要叫副水劳工 现在的情况是增加我们的劳动成本 跟增加企业经营的困难 在这个前提下是不应该提升 建民工资 大企业自然就会 为了因应 就会减少加班 才能缩小的部分 一定是要坏移的 过去我们只要调整基本工资 他就说我要出走了 我要产业外移了 他们唯一的对台湾社会的恐吓 就是要出走 过去台湾以为两个优势 是我们国家竞争力的基础 第一个就是长工时 我们很勤劳 第二个是低工资 这个我们很便宜 赶快来投资 以为说这两个事情 就是我们的国家竞争力 但是它造成的问题就是 低薪补片化跟过劳的问题 持续的恶化 台湾的基本工资 从1997年到2007年 整整动涨了十年 蔡政府想要快马加鞭补回来 两人改革过程 劳工团体怒喊 诚意不够 资房代表则常常上演 奋而离席的戏码 蔡政府两面都不讨好 劳动部这边只得按捺 劳工团体 经济部则必须搞定工商代表 因为总统一声令下 不能有无法解决的事 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只有不想解决问题的人 作为国家的领导人 我的工作不是轮流讨好谁 我的责任是要决定 国家发展的方向 政府有责任 把台湾的劳工 从第一军和过劳的边缘拉回来 2016年年底 一例一休 拍板定案 蔡政府乘胜追击 在任八年 基本工资连续八年调涨 从2016年上任时的 两万零八元 一路调高到两万七千四百七十元 从蔡总统过去八年 任内的连续八年涨 并没有出现过去官员 或者是说资方团体 所担心的洪水猛兽 就已经证明了 过去打压基本工资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是错误的 调涨工资 对经济没害 反而是对经济的成长 是有助益的 最低工资要底线 不只基本工资连巴掌 造福劳工的基本生活待遇 拖了七年多的最低工资法 也在2023年12月完成立法 让最低工资审议有了专法 最低工资法制定通过 蔡总统我觉得在这个执政的过程当中 也因为国会后来掌握多数 所以我觉得的确政策的落实度 会比前面的总统要来得更高 所以他的确可以造成结构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蔡总统 他这八年 我自己觉得也因为时间够久 执政够彻底 然后我觉得他的意愿 执政的意愿其实也很清楚 八年能够做到这样子 我基本上算是相当肯定 其实在蔡总统院内 通过的一些法都让我很感动 包括最低工资法 包括说 劳工职业在保险及保护法的立法 这两部法都是我们推动了20几年 以及包括另外一部法 叫做劳动事件法的立法 事实上都是对于劳工权益 劳工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保护跟保障 有很大的效果的一部法 过去这八年这几部法的立法 基本上我觉得是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 至少是奠定了未来 他劳工保护的一个蛮重要的基础 蔡总统时代其实是补足了 用很快速的方式补足了很多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来的法力的缺憾 那我觉得也是值得肯定 蔡总统上任之后 从一例一休到调涨工资 从年金改革到转型正义 但是政界一一实现的代价 就是难免得罪权益受损的族群 改革会伤会痛也被勇时选招 2018年县市长选举 民进党惨遭滑铁炉 好几个县市绿地变蓝天 检讨败选原因大多指向蔡总统在政策改革上 同时开了太多战线 但这丝毫不能动摇他想要继续改革的企图 解决了低工资的问题之后 还有高房价的难关等着他 让未来想住 你有多久没有对未来感到期待 期待一个能害深爱着他 一起生活的家 承诺要许年轻人一个安心住宅 2018年内政部成立专责机构 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希望八年内完成20万户社会住宅的目标 由政府盖房子只租不售 而且租金更便宜 让买不起房子的年轻人也能安居乐业 我们的确看到社会住宅在过去八年来 台湾有非常大幅度的进展 社会住宅在全世界的经验 它都是需要一个政府长期持续推动的一个政策 从来就不是在任何一任市长 任何一位总统可以达成的 我对蔡总统的看法是 他的贡献就在于 他把社会住宅推动一些基本的法规制度跟组织的建立 我必须坦白帮他讲过 再来就是需要时间 就这个制度好的时候 我们接下来就是需要时间 而且第二个是需要坚持 社会住宅政策 蔡总统打好了地基 然而用地取得困难 营建成本不断上涨 还得地方政府配合 截至2023年3月 中央与地方一共完成12万7千户 距离20万户的目标 还有一段距离 事上蔡总统推出房市三建的住宅政策 除了社会住宅之外 还有改革房产税制 以及健全租屋体系 只不过即使蔡政府投入300亿预算 扩大租金补助也修正了平均地权条例 却始终无法解决高房价的民怨 一直盖很多社会住宅 是不能够解决高房价问题的 蔡总统提出的住宅三建是对的 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 他的药方开的是对的 另外两个包括租屋市场 包括税制改革 我觉得是有点 尽量我觉得看法是有点拖拔 就是这个目标是对的 可是那个执行力其实是 我觉得某个程度来看 我认为是不及格的 居住正义漫漫长路 但对蔡英文总统而言 任期有限要做的事太多 他只能夹快脚步继续改革之路 我选择在初一任第一年 就推动最困难的改革 过去的总统没有人会这样做 从民调精算的角度而言 这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 我不是为民调做事 我是为台湾做事 民主政治 每一任的政府的时间都是有限 只要对改革有利 我们不怕得罪 如果不能忍受争吵 我们如何拥抱民主 我不会放弃我的坚持 在繁荣多层次的国家治理当中 两岸外交和国防 尤其是总统的职权 蔡总统执政的八年内 十个国家和台湾断交 共军绕台次数也创历史新高 然而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 蔡总统不仅带领台湾挺过疫情 成功的走出口罩外交 因为台湾can help 因此赢得许多国际友谊 台湾的国际知名度大增 尤其是民主大国对台湾的支持 急速升温 另外一方面 共军扰台 两岸关系极度紧张下 也让蔡英文总统下令加强国防自主 落实国建国造 于是海军建军百年来的第一艘自治潜舰 海坤号2023年下水命名 展现初步成果 八年来我们想化国防 被动潜在基础建设 高长期的工程 长照预算 居住正义这条路 蔡英文总统成为台湾有史以来所谓女性三军统帅 上任第九天她就搭乘总统专机 空军一号展开活防市岛 第一站 选择战力保存的重要据点 花莲嘉山基地 我是三株同帅 同帝以后 国军的人物就是我的人物 为了和国军统一阵线 蔡总统马不停蹄 视察陆海空三军 他登上陀江舰 视察苏澳海军基地 也登上云豹甲车 巡视宪兵装甲营区 他更前进 战时的国家最高指挥中心 恒山指挥所 作证战情室 蔡英文作为一个女性的三军统帅 她在刚开始的时候 也面对一些 就是不同的这种性别歧视问题 说穿古纳还是要怎么行 作为一个女性的领导人 她承受这样的压力 就整理说真的是被她破例 还有她的这种韧性 外楼内钢真的是让人尊敬 大家务必展现平时训练的成果 航向南海 小英总统用行动向国军宣示 三军统帅的地位 他更戴上钢盔 穿上仿弹衣 以战斗服装的姿态 教越汉光演习 射击 今天是我上任以来 以三军统帅的身份 第一次参与也行 蔡总统她上来的时候 她一方面知道说 中国对台湾的威胁 可能会越来越强 所以说台湾一定要强化国防 那二方面她又特别需要 要怎么样把国军的士气 她的自豪感和尊人感 能够带回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蔡总统上来的时候 她是用非常多的力气 在国防事务上面的投注 投注心力在国防事务 毕竟中国军事力量崛起 加上马总统八年任内的 准散原则 导致台湾军力弱化的情况下 蔡总统必须重振台湾的军武实力 因此她一上任 就积极展开国防自主 不仅要国建国造 也要国际国造 主力代表永银号高级教练机 由汉翔设计生产 在蔡总统现任前 完成交付27架的目标 自己的天空自己守护 水下战力同样刻不容缓 面对台湾只有四艘前舰 其中两艘还是二战时期的旧式前舰 使得蔡总统决心启动海舱计划 喊出国建国造 如果不是这个坚强的女生坚持 还有就是王曙光前总长 这样子突破很多外交上的封锁 我们的潜舰可能还是直上谈兵 因为潜水舰上水港在各国都 都是当成说是高度的军事机密 HY80刚才 人外买给你了 就是我们的中纲 想尽办法把它研发出来 所以我想这一点是 蔡英文总统这八年带给我们 最重要的一个心理上的能量 从设计到完工 历史将近七年的海昆级潜舰 终于在2023年9月28日 完成直评下水典礼 请直评 海昆级潜舰 历史将会永远的记住这一天 过去潜舰国造 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今天由国人自己设计 打造的潜舰 就在大家的眼前 我们做到了 近年来共军始无前例地 频繁跨越台湾海峡中线 2023年8月 更派出41架军机军舰包围台湾本岛 取以紧张情势 让英国经济学人称台湾是 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西方媒体智库 纷纷关注台海局势 甚至大胆预言 两岸将在2027年爆发战争 两岸局势确实这八年是最严苛的时候 他们不管军机业界 甚至于飞跃中线这些 那老公的步骤一向是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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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而且棒子跟胡萝卜你去跳 所以两岸局势的严峻 确确实实是前所未有的 两岸局势前所未有的严峻 台湾的陆海风战力也火速强化中 小英总统用行动证明 台湾第一位女性三军统帅的坚定决心 蔡英文总统在她任期八年内 对我们的国防建设真的是最扎实 那军备整备的部分 当然国际国造就是勇英高教机 还有就是陀将级的逆中巡逻舰 还有我们真的是非常骄傲的国造前舰 这些都是重要品项 所以我想蔡英文总统 蔡英文女士对于台湾的贡献 就是给我们的后代都可以留下 非常坚实的基础 台湾必须自我防备 毕竟两岸关系蔡总统有履国斌 但她的肩上还有另外一个重责大任 就是稳固台湾的邦交 避免被中国挖墙角 就职刚满一个月 小英总统就启动音响专案 出访巴拉圭及巴拿马拓展邦誼 再至8年一共出访8次 足迹遍布拉丁美洲 加勒比海与非洲南部 即使努力维持邦誼 终究不敌中国对台湾的外交打压 蔡总统就任时 台湾拥有22个邦交国 卸任前只剩12国 8年任内一共有10个国家宣布与台湾断交 有帮数目创历史新低 原因还是来自中国 当然总其言呢 当然是北京政府提供各种优惠的条件 我想这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应许 第二呢 就是说是他们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市场啊 或者政策啊 都有些所谓的浪漫的憧憬 这个数字啊不能讲不重要 因为外交承认啊 在国际间啊 是一个对于主权的一个重要的象征作用 那因此呢 我们还是有需要 要维持相当的数量 但是呢 这10个案例呢 就是我讲的不尽相同 但是呢 也有很多啊 是对方国内的政治或者经济的考量而不得不为之 邦交国啊 常常是被引为这个衡量 这个外交办的好不好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想这个也不能过分强调 我们虽然失去了一些邦交国 但是它是象征性的意义很大 但是实际上影响我们的国际参与 我们的国际地位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有方数量不断锐减 但不减台湾对国际社会的责任 2019年COVID-19疫情从中国扩散到全球 当世界各国纷纷沦陷之际 与中国仅仅180公里之遥的台湾 因为超前部署 疫情初期成功防堵 让西方媒体欲为防疫母范生 也让台湾的国际知名度大长 骄傲喊出 《台湾可以帮助》 在未来 台湾会继续分享我们的职业 医生业和医生业 与医生业与医生业 与医生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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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让台湾人民生业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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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谢谢各位给你们这个机会 蔡总统带领台湾挺过疫情 也让她入选为美国时代杂志 2020年百大风云人物 逐渐的世界各国了解到台湾艰困的外交处境 对台湾的支持前所未有的热烈 捷克中院议长率领150人的超大参访团 拜会台湾 2022年立陶宛在台湾成立驻台贸易代表处 同一年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劝风释访台 更象征台美关系的升温 最重要的还是这些大的国家 对国际社会有影响力的国家 跟我们维持某种程度的外交关系 以美国为例 因为美国是对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国家 欧盟也一样 那么日本真正对台湾的生存安全 主权有密切关系的还是非邦交国 非邦交国的关系互动的改善 在蔡英文总统这个时代也有相当正面的进展 这几年来尤其是蔡总统的任内 台湾的国际能电度是大为升高 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因素 其中也包括地缘政治的因素 让台海的安全变成了大家的注意力的焦点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七大工业国G7 在他们的共同生命中间 也把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视为它共同的共识 我觉得这点是相当不容易达到的 赢得国际友谊 但国家治理还有认证经济种种挑战 等着蔡总统带领的团队在逆境中继续前进 蔡英文总统执政的这八年期间 对内正值台湾迈向超高龄社会 建立长照制度刻不容缓 而对外在国际要求2050净零碳牌的规格下 还得兑现民进党非核家园的支票 这一连串难关考验着蔡总统 尤其当全球遭遇COVID-19疫情 重创全球经济的这几年 台湾不仅倾注了 平均经济成长率超过3.3% 还有台商大量回流 挥助台湾经济发展 这些都是长足有根本性的成就 八年来我们想划过防 被动前瞻技术建设 搞掌基本工资 长照预算 居住争议这条路还很漫长 他刚才有点紧张 我会问他政治问题 所以我刚才也跟他保证说 我不会问他政治问题 但是我要问你政府的问题 跟政策的问题 民进党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 政治领袖遇上半导体之父 从贫富差距到科技产业 蔡英文虚心请教 为了学习如何治理国家 蔡英文早在入驻总统府之前 长达八年的时间为执政做准备 谢谢我们的党长达 看到零八年节组织之后 开始集结有执政经验的政务官 跟年轻的幕僚 然后就等于是在党中央的团队里面 就先建立了一个智库的处心 虽然一二年他们有选择 不过也让他有了多了四年 再去做这个准备 那这时候就有小英基金会 去延续这个工作 所以你如果回后这八年 有很多台湾重大的政策方向的转型 这些都是在执政之前 要来很多年不停地去讨论 然而逆政外交国防经济 市政计划千头万绪 学者出身的蔡英文 学习快 整合力强 更重视执行 咖啡控 政策控 成为蔡总统独特的形式风格 她是一个非常沉稳的领导人 那她某种方法 她真的是一个政策控 她对国家的施政的方向跟愿景 她其实有一个很执着地 进到每一个环节里面 去了解问题的本质 因为她是政策控 所以她对很多问题的理解 都非常非常的深 那对于到底执政的方向 跟哪些政策要怎么推动 她其实有一套完整的想法 她在开会的时候 她真的会很追踪你的执行面的细节 学理上讲得通的事情 执行面不一定少得好 所以你跟她开会的时候 你真的要做很充分的主推 不要变成是你只往前想三步 但总统往前想了七步 所以跟她开会 真的就不能糊弄她 大家都说她很严厉 她是真的很严厉 不停开会严理政策 只是整个社会不断会有新的问题 与需求产生 蔡英文执政的八年 向好是台湾即将迈向超高龄社会的环件期 长照制度是台湾所有人民的迫切需求 我们一当选2016年 我们的人口老化 也就是老人人口 直视化就是高龄社会 然后2026年 也就是你八年任期两年后 就是进入到超高龄社会 几乎就在跨越你执政八年的 这一初期跟最后要结束的这段时间 就是你要当选 总统要承担这些 她有笑笑说 你们没有以前跟她说 以前跟她说 我考虑要不要选 我们现在有2.0版 那这个2.0版 它其实就是用 看到问题立即行动 蔡总统就任不到半年 长照2.0上路开办 照顾模式强调务实与临近性 从社区服务中心到巷弄长照站 从日间照顾到居家护理 让民众很有感 台湾的社会福利 我们归类都会把它归类为 残补式的福利 就是说政府会要你个人 你的家人先负担 然后呢 或者是然后政府不会主动的 承担这个责任 它现在呢是采用专款专用 你只要跟我有特约 你就提供服务 不会产生说我到了年底 政府预算用完了 你有需要 那很抱歉 你明年再来申请 长照这种事情你不能中断 我们的长照服务 从原来非常不足 到现在其实已经它的涵盖率 已经非常的高 长照要普及 问题钱从哪里来 蔡政府广批裁员 以赠税 淹税 房地合一税等等 使得长照预算 从上任时的 49亿5000万 一路飙升到卸任前的 875亿8000万 那总统说 长照2.0 是五大社会安定计划 当中的重要政策 只许成功 或许失败 只许成功 或许失败的 其实包括整个社会福利制度 0到6岁国家养 托育补助 不断调高金额 另外超年被目视 却攸关民众生活的 社会安全网 包括家暴 失业 脆弱家庭 以往各司其职的做法 也终于跨部会 统合成绵密的防护机制 确保每个需要被照顾的人 政府都不露接 蔡总统我觉得算是具体 用大幅的资源介入 然后开始扩建 这个福利体系 尤其是在裁员的筹措上面 我觉得有很明确的裁员 所以让那个政策 你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愿景 但是它有能力可以去落实 但我觉得 八年能够做到这样子 我基本上算是相当肯定的 在多方争议的讨论中 2019年 台湾成为亚洲 第一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 台湾包容多元 但民众更关心的 是能够三餐温饱的经济发展 小英总统在任期间 平均经济成长率为3.31% 出口总成长更达到70.3% 台湾在2016年到现在 这八年 第一个在经济的表现 台湾表现可圈可点 2016年的5.20 大家可以看到 台湾的出口已经连续16个月衰退了 所以那一年其实 最低的2016年的2月 台湾的出口只有196亿 5千万美元 我们到现在已经到418亿 到上个月 那这个从出口数字 这个成长力道是很惊人的 第二个就是说 台湾的整个经济的表现 我们有很长时间 都是四小龙最后一年 那到了2019年之后 台湾开始超越了南韩 然后我们后面有联系几年 其实都在四小龙之手 这个不管出口的表现 或是台湾的经济成长 在小英执政的八年当中 它确实有很大的改变 请接台 经济成长不止因为科技供应链 在多崛起 蔡政府寄出力多 鼓励台箱回流也是一技助攻 尤其2019年美中贸易战延烧 蔡政府立刻提供多项游卧投资条件 福利企业更有台湾 在中国的台商 纷纷回台投资 带动就业 政府的政策就是要把这些 集体税着的资金换行 活络起来 让它投入产业 投入产业以后 会替社会带来活力 替年轻一代带来就业 替政府带来税收 最后当然也可以替所有的投资者 带来回馈跟收益 从2019年台商回流大爆发 到2024年短短五年的时间 台商回台投资的金额 超过两兆新台币 台商回台投资 从2018年到现在 大概回台的加速1487家 它引进了资金 两兆两千四百多亿 这个是台湾经济能够崛起 非常重要的关键 马英九先生最喜欢讲 两岸关系不好 台湾经济一定不会好 刚好相反 因为两岸关系很好的时候 台湾的人跟台湾的钱 会远远不绝往中国跑 所以这些年当中 小英最大的一个 对台湾的贡献 跟流台湾 而且投入台湾 我想这是一个 翻转台湾 非常重要的关键 企业界对台湾投资环境 信心提高 加上新冠疫情 造成全球金片荒 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界 举足轻重 连带的 台湾科技产业 受到国际瞩目 启动台湾经济 新一波动能 我们有很长时间 大家都抱怨台湾不能 韩国能 但是这八年当中 你就知道 台湾整个气势压过南韩 一方面 台湾的人均守折 其实我们在2003年 人均守折出 韩国是亿万美元以上 我们到2022年 已经追过南韩 现在双方旗鼓相当 这个叫台湾的经济力 台湾展现经济力 整体GDP规模 从2016年的17.5兆 成长到2024年 即将突破23兆 国家总体竞争力 更是进步到全球第六名 只不过国家竞争力 提升的同时 能源需求同等重要 2025非核家园 是蔡政府重要的政见之一 能源转型 见在线上 作为贸易出口国 台湾产业对绿能的需求 只会越来越高 继续发展充足的绿电 对维持台湾产业 关键地位 是非常重要 台湾海峡地理位置 游入一条快速风道 是全球优质的风场之一 2019年 台湾首座离岸风电厂 在苗栗正式完工 为台湾能源转型 跨出重要的一步 发展日能不止空电 还有太阳能 蔡政府定向目标 2025年再生能源增比 要达成20% 2025年20%的再生能源政策 它是非常明确的 也因为这个政策的明确 它去带动了非常多 台湾的一些 大大小小的产业 要愿意去投入 2022年 台湾首次的再生能源的占比 已经超越核能了 虽然超越一点点 可是已经超越核能了 到了2023年的这个占比 去年的这个占比 已经是再生能源是9点多了 那核能是6点多 所以已经就是回不去的了 就已经走到 已经跑到很前面了 也看到了很长足的这个 成果出来 2022年再生能源的发电 占比 首度超越了核电 只不过 绿能要达到20%占比的证件 确定无法在2024年打标 我们当然也知道 这个中间其实 也面临了因为疫情的影响 因为那个边境的这个影响 刚刚开始的技术是非常需要 仰赖外国技师嘛 那外国技师其实是没有办法进来 或者是我们严格的边境管制的关系 也延宕了一两年嘛 那这个的关系 然后再加上因为 俄乌战争的关系 然后再加上这个 通膨原物料的大战 所以在重重的这一些的 的变数的情况之下 2025你看来是有困难的 绿能推动的困难除了种种变数 最主要还是因为台湾社会 难以形成共识 电价或者是电网 就是随便一点小小的事情 大家很容易就会去说 能源转型是不对的 那好像很多是一个 国际明明就是一个趋势 明明大家都已经往前跑 台湾已经跑得不是特别快的情况之下 那在台湾还要一直在跟 是不是要回头去跟核能 这个事情去拉扯 所以台湾的社会共识这件事情 不管是政府或者是民间 都责无旁贷 在生能源远在极起直追 社会住宅是我的选民 社会住宅即抑制高房价 成绩也不如预期 但这些却无法消磨 蔡政府团队这一路想要改革的意志 蔡总统完全授权 充分尊重 而且我们两个人确实 刚好面对台湾很多的大困难 而我们一起合作 那团队又将士用命 大家一起 蔡总统是真的一个很想做事 很想改革的国家领导人 为了下一代的台湾人 吹动年金改革 政府有责任 把台湾的劳工 从低薪和过劳的边缘拉回来 长造的体系的建构 是一个很重要的工程 就算需要承担风险挑战再多 台湾也一定要跨出这一步 政绩有的达标 有的还在努力追赶 政绩有的可以风光剪彩 有的已经默默影响人民生活 回首蔡总统八年执政 台湾蜕变不少 这八年来台湾也真的不一样 如果问我这八年的关键字是什么 我会说是世界 如果这八年 世界的关键字是什么 那一定有台湾 这集台湾演义为您会整 报道蔡总统两任八年的成果 对照她当年提出的政见 大多数是一一达成 当然还有少数未尽之士 还寄望下一任的国家领导人 能够接班完成 扩大发挥 带领台湾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我是胡婉玲 这期台湾演义播映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